河中有没有什么那个经历 跟大自然有关 菲菲一直说小的时候 好像跟爸爸有去大自然玩是吧 就我印象当中很深刻的时候 我爸爸带我去一个 就是还没有开发的海边 然后那海浪冲上来 都是这么大的一个那种海蜇 还有那种蚌壳 然后打开之后是一个仙女儿 仙女儿去 然后冲到你家开始洗碗 对 洗碗 大火火 海南有很多这种热带雨林 然后去到雨林里面 我就很喜欢在这种大自然的里面 这种空气的感觉 跟树接触和阳光的这种感觉 我很喜欢 大自然确实是很神奇 我有一次 因为我是比较怕那个大的动物 比如说超过一个一定的体积之后 我就不太敢靠近 然后有一次我们去做节目 然后去那个非洲那个大草原 就是很原始的 当时的任务就是要跟那个豹子 合一张影 很怕 我说那怎么可能 太怕了 就是你往那个丛林里走 就随着那个草越来越高 你耳朵只剩那种 刷刷刷 就只有这种声音 没有任何别的声音 我的天啊 我们那组是我 韩庚 然后有两个摄像 然后有一个导演 旁边有两个野生区的工作人员 然后我们就往里走 大概走了半个小时 我就看远处 就是非常慢地 走出来一只豹子 就很害怕嘛 但是那个豹子 特别特别地缓慢 然后就走到我旁边了 这样抬头看我 签个名呗 他就这样抬头看我 节目组的人就说没关系 其实这个豹子 是非常通人性的 你就喊它的名字 它就会走出来 真的吗 通人性啊 然后 豹子说我吃的是无心的 这回 不是 因为我是个 特别恐惧动物的人 但是就是鬼使神差 我就开始用手摸那个豹子 然后摸完之后 就合了一张影 然后它转身就走了 我觉得大神好神奇 然后那一刻 就从来回来之后 还是怕动物 但至少在那一刻 你就会觉得你跟它是共处的 然后所有这个世界都非常地宁静 真的吗 那边肯定有科学家说 像我们那仿真动物做的多真 这人都没发现 它真的是走出来的 我知道仿真动物嘛 就是它真的是个豹子嘛 真的是豹子 它好像叫 莉莉也不是叫什么 阿里柳 所以老师是不是人到了一个 就是你比较不一样的环境 就会有这种情绪上的波动 因为人的这个大脑 其实它是分好几个不同的层 人最外边那层大脑 其实是最近可能几百万年 才发育出来的叫新皮层 它就是我们的理性 但是最里边核心的那个部分 就是叫原始脑 那个跟大自然在一块的那个感觉 实际上是远远地 会比我们那个理性算计的东西 要更原始更强大 明白 所以理性是进化过来的 所以我们感情用事 说明我们非常有兽性 对不对 说明你非常的有智慧 非常的原始 而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时刻 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在那个 现代文明社会的城市里边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用那个新皮层 外部的那个脑 但是当我们回到大自然 回到那种特别原始的那些地方 我觉得我们另外一部分 就会被激活 所以还是要多去跟大自然接触 因为我之前